台股大家最關注的還是權王台積電 台積電在昨天的這個法說會 有釋出一些消息 讓大家比較擔憂有明哥 包括他美國 這個美國廠量產的時間 要往後延一年 包括他在今年的營收 可能衰退的幅度 比原本預期的要來的大 台積電的後事您會怎麼觀察 第一個昨天晚上的台積電 歷經了一個不平靜的夜晚 那美股這邊的激情 其實比台灣這個重的多 所以昨天晚上的 美國的ADR跟美國的股市 確實受到台積電的一個影響 那今天的命題 當然是主要在於說 這個法說出來了之後 到底有沒有利空出鏡 那外資現在的一個看法是怎麼樣 第一個我想昨天法說的內容 因為我們之前有針對 他的財測有跟各位說明過 但我們現在就直接講結論 第一個部分 他下修今年的財測目標 營收大概盪了10%左右 第二個的話 2025年美國產 這個地方才能夠量產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 目前看起來的話 整體半導體的一個觸底的狀況 應該是落在第三季 而不是第二季 好 那現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目前所有的外資 大概也只有日系的外資 還維持下調 然後七大的美系的外資 跟歐系的外資 基本上是要嘛就看法不變 然後要嘛就是繼續買進 還是還買台積電嗎 對 但是各位不要聽到 買進的時候 就覺得很興奮 各位有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外資的一個報告 我自己解讀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第一個部分各位可以去看 四家在買進對不對 這四家在買進 可是你去對照他們的EPS 卻是最低的 就是很低的EPS 然後對上了買進 可是它相對的目標價 卻是給很高 然後各位你再去看 優於大盤在Overweighting的這一塊的話 照理說你應該是認為 很strong的理由 但是你EPS估的也還好 但是目標價估滿高的 對 所以其實你看每一家 不管你今天看到是買進 或者是優於大盤 或者是持有等等 他們的目標價波動很大 但是EPS的範圍 大概都落在29到31之間 我想29到31應該是定調 就是說這個台積電的一個範圍 大概是落在這裡不會差太多 那現在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會不會利空出境 跟這一個新聞有很大的關係 也就是說現在不是說 只有晶圓代工的問題 還有包含封裝的問題 現在三星已經開始 NVIDIA開始偷偷的 在這個地方去找三星 來進行工藝商的一個洽談 如果NVIDIA認可三星2.5D 封裝的一個製程的良率 基本上以後可能 連同代工的一個訂單 基本上都有可能下給三星 一層可能會轉到三星那邊 對 一層 那當然一層不算很多 而且未來各位也要知道 就台積電現在的一個目標 基本上是所謂的3D封裝 而不是2.5D 那以3D封裝來講的話 台積電還算是首選 但是問題是台積電的COBOS 這個封裝的一個技術 產能非常非常的吃緊 所以現在變成說 訂單有可能外溢到 其他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當然會是 台積電的一個變數 昨言法說會 法人對台積電所釋出的消息 還有哪一些大家比較關注的疑慮的部分 好 第一個部分 我先跟各位講 昨天晚上為什麼美股 會這麼激烈的一個反應 其實大家在看所謂的法說會 會不會變成法會 基本上只看幾個東西 第一個你就營收會被掉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你的毛利率 第三你就你的資本支出 基本上就是大概這三個 還有先進製程的一個良率 那原則上的話 我覺得有四大疑點 這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可能可以擴大解讀 甚至是我們認為 沒有利空出境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 第三季的營收 是計增9.05 對不對 但是各位要知道 5月26號侯仁勳董事長有提到 難以置信的大訂單 那你如果說難以置信的大訂單 這樣下來的話 你第三季不應該只有計增9.05 而且你計增9.05 是年減12% 因為你是跟第二季比 如果你跟去年同期比12% 12%其實並不算太好 所以也就是說 那這個跟大家的想像中差很多 那換言之 會不會又回到了年初 本來就是一個U型的復甦 那如果今天不是 這個一池春水被黃董瓦攪動的話 大家認為U型也就算了 但是因為你把它攪起來了 以後大家認為你應該V 結果你出來的結果就不是V 但是你的股價已經上去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現在中國這個地方 台積電的講法是說 因為需求疲弱跟庫存調整 往後遞延一個季度 那我們就假設 NVIDIA的訂單是真的有 而且滿大的 但問題一定被吃掉 被誰吃掉 被中國吃掉 被這個庫存調整給吃掉了 所以就變成你沒有上工的動能 沒有上工的動能 台積電就不會在 立即的時節點去供600 甚至它搞不好 現在的一個股價都還不算太便宜 這是第一個大家去想的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毛利率 毛利率第三季的毛利率 影響大概2到3% 然後第四季大概3到4% 可是各位要知道 如果你長時間7個季度到8個季度 你去看台積電的一個 所謂的法說會的話 你會發現它只要是新品的良率 新品的毛利率 基本上都接近於平均毛利率 也就是說當初 我們在5奈米推出來的時候 它的平均毛利率大概是在多少 50到51 所以它的那個良率 就是5奈米的良率就很貼近 對 然後後來你在這個往上 之前7奈米也是 可是這次你是不是在推3奈米 你推3奈米的時候 結果你發現 如果按照這樣算起來的話 第三季毛利率減2到3% 大概是落在53以下 然後第四季減3到4% 落在52以下 可是你現在公司的 平均毛利率是多少 53 所以換言之你第三季的 這個所謂的3奈米的一個良率 是低於這個 所謂公司的平均良率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之前訂太高了 當然你時間拉久一點的話 終究台積電還是會趨近於53% 這個毛利率的水準 但是你現在就是達不到 所以這是第二個法輪關係的部分 不然絕對AD還不會殺這麼慘 第三個部分的話 確實公司是有看好 未來AI在5年的一個需求 但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法人在法作會上問 他說你的這個AI的占比 11到13會不會太低 只占營收占比的大概 11到13% 一層多一點 因為你現在叫6% 你現在叫6% 然後如果你以複合成長率50% 公司給了一個叫Low Teams Low Teams的話 就是大概約了在10幾%左右 所以給11到13% 那現在變成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什麼尷尬的問題 今天所有伺服器各自備的 包含像偉創 包含像廣達 包含像音樂達 他們每一個人都告訴你說 今年他們的伺服器的成長 至少都50%以上 甚至有100%以上像廣達 還有150幾% 然後明年度的話 大概最低我看到的 應該都是80幾% 可是如果你按照這個成長 每一個數字都比50%大 對 伺服器成長這麼多 難道伺服器不用晶片 如果你要用晶片 你一定要下單給 比如說你一定要去找NVIDIA NVIDIA然後再下單給台積電 那全部都應該要反映在台積電上 為什麼你會多這麼多 所以你的這一個 你的營收占比 跟你的營收的這個 所謂的成長幅度 你應該是小於等於台積電 而不應該是大於台積電 好 所以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只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部分的話 台積電非常非常的保守 因為它是用Data Center來算 但是有可能就是 你的伺服器才夠樂觀 或者你的伺服器也非常非常的看好 但是你現在下出去之後 台積電沒有Coors的產能可以支持你 那你回頭還是要做Coors 而不是去做伺服器 對不對 因為伺服器也出不了那麼多貨 因為你晶片的量就出不來 好 這是第二個 要提醒大家 那再來第四個部分 就是二度下修 今年的這個美元營收的一個狀況 大概衰退1到6% 然後下修到衰退10% 另外法人在法作會上 就有在問一個問題 他說你今天如果按照你的 平均毛利率53% 年複合成長率未來是15到20 那你今年少了10% 你明年不是要多25% 到30%出來 但是如果你以現在比較高毛利的 這種所謂的AI的產品 只佔你的比重11到13% 你拿來補得到這30幾%的 一個營收成長 所以這些數字全部對不起來 這個就是為什麼昨天 第一時間裡面 那個台積電的一個AD 會在這個地方 嚇殺比較重的主要原因 不過有明哥答應很擔心 接下來有沒有可能會回測 巴菲特摩州546 546我認為應該測一下比較好 但是我個人心中的想法 其實昨天晚上的 很多的本土券商 已經開始在寫台積電的報告 那我必須要去講 手中沒部位的 其實看法最客觀 也就是說像這個 國內的一個券商 基本他是調降 他把EPS從這個33調到30 跌了大概8.78 然後目標價也給他降 目標價降多少 目標價從650降到633 從655降到633 這個是第一個有看到 開槍的一個本土的一個部分 但是如果就股價的形態來講的話 我做一個持平的看法 因為當初市場上很多人認為 直接衝600 那我有考慮到這一段 我認為其實第三季的 整體的狀況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好 你說他很壞嗎 我不覺得 但是我真的覺得 你沒有上工的動能 如果你沒有上工的動能 你應該是要退回來去守546 為什麼我這麼講 因為現在ADR的價錢 已經快要來到了 當初巴菲克的這個價錢 可是你現貨還沒有 所以現貨有點Over了 那就週限的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台積電應該會比較接近 9月份的這個時間 就算你現在這個時間點不跌 應該也要到9月份 整理的時間才會到 回頭去對這個大盤的話 台積電的9月份 跟台積電的546 大概就等於台股的 16300到16500 這附近 當然差一點 還有可能到16200 好一點應該就是 16300到16500 但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想有一些資金 就會開始到處遊走 這個遊走的資金有幾個 我們剛剛念到了一個重點 如果說你今天伺服器看這麼好 台積電卻沒有成長這麼高 原則上的話很可能是Call Wars缺 Call Wars如果缺的話 產能這個部分的話 你應該是做Call Wars概念股 然後或者是資金跑去做一些 政策相關的生計 因為生計有生計展 然後最近美國政策的網通 或者是最近不是有 探交所要成立了 我想資金往這個方面走 可能是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向 在今天排名上可以看到 中小型股已經開始有點 相對有稱 是不是這個資金 開始有出現輪動的情況 請教永明哥 哪一些族群是相對比較安全的 今天星期五 這個盤面非常大的一個震盪 我用四個字來形容 叫牛仔很忙 也就是說一早上的時候 其實大家很擔心 就美股大跌 所以跟著殺台股 對 但是各位要知道 電子五哥裡面 有很多在分盤交易 所以分盤交易的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這個地方出下去的話 會這個速導狐身散 所以到最後沒辦法投襲了一半 只好直接往上走 所以這個是我在市場上 真的是第一線的一個觀察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抓了台積電的一句話 叫AI其實還不錯 所以大家其實也就沒有在管什麼 從電子五哥開始轟 然後之後只要跟AI相關的 連生計所有的東西 就全部一轟而上 但是我相信在假日之後 大家會開始冷靜 就冷靜的看看台積電的財報 冷靜的看看電子五哥 現在整體的一個出貨狀況 跟台積電之間的數字 對得起來 對不起來 這時候大家就會開始去規劃 接下來第三季 這個熱錢應該從這個地方 要撤出去往哪裡走 首先我們剛剛提到了一個重點 如果說今天包含像NVIDIA 都因為產能不夠 封裝產能不夠 跑去找三星的話 所以其實你事實上 應該是要去抽COAS才對 COAS現在目前的狀況來講的話 台積電可能會擴產 擴產兩倍 但是它會有額外的一個成本 要提煉 對 現在目前看起來 整個在COAS的族群裡面 以星雲在這個私式清洗機台 跟單晶圓旋轉清洗機 它這個市場比佔最高 所以我們就點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去選龍頭 龍頭的一個星雲來講的話 投信現在持股大概是4.59% 股價是沿著月線 太空漫步型的一個上升 所以我想各位在 也不追高的情況之下 貼著月線來操作 第二個部分生計 為什麼要看生計 第一個 本身7月27到7月30 就有生計攢 對 下個禮包等場 第二個大盤在稍微震盪 或者是不漲的時候 生計永遠都是一個避險資金 第三個部分 這裡面出了一個 已經是歷史以來第一個的 就是千元的千金股 在生計裡面的叫寶瑞 所以他現在900多塊了 只差咫尺之搖 所以他如果能夠 佔上1000塊的話 當然對整個族群的本益比提升 是有很大的注意 接下來的話 市場上因為怕做生計 就是怕生計是一個冷燥 所以一定要找生計加AI 所以就找到了所謂的精準醫療 這裡面就有一檔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的商之器 剩下的兩檔 因為比較屬於電子 所以我們就是講純生計 商之器在今天創了新高 我之前也有提過四個英文字母 叫PSCS PSCS的話基本上就是影像掃描 這個我認為是生計裡面 最道道地利的AI 如果以他的形態來講的話 現在目前看起來是多頭形態 但是因為他今天的掌停板 爆比較大的量 所以壓回來的時候再做承接 接下來的話 要請大家注意的一個部分 就是綠能 剛剛這個上面 也特別有提到太陽能的部分 因為越來越接近到選舉 可是這一次的綠能的氣勢 有一點被影響 就是被中心電雲報的卡車 或者是這個甲車事件影響 對 但是今天的華城 市電 都還不錯 而且最重要的裡面有一檔 已經快要上500塊 我們說過 可以當作是整個 節能族群的駐腳的 這個就是高麗 所以高麗現在目前 已經撐起了一遍天 以他在帶領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就有機會 剩下來的探權的部分 因為這次市場上 著重是在探盤查 可是今天漲了很多的東西 其實都只是資安 那個資安就只是一個軟體 然後去上面申報你的碳足跡 其實那個不是真正的探盤查 探盤查是要找諮詢公司 來去做探認證 所以我想應該還是 基本上像森薇 永威 最近因為永威要除息了 下個禮拜二 他殖利率5.5% 大家可以留意